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橘子 夏天到了,一定要注意补水哦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爱用水杯 都是高颜值,好用还不贵的 水杯好看,真的可以让我们更爱喝水呢 这是一个手工竹编的保温杯 竹子加上一个手工的小柿子 代表中式顺意 是不是很有复古的感觉 这是一个玻璃牛奶盒 还有印花款的可以选择 感觉有了它都更愿意喝牛奶了 这款双层玻璃小熊杯 可爱又隔热真是非常有趣 还有这款我非常喜欢的咖啡杯碟套装 它的陶瓷是有点米色的 非常有复古的感觉 还有这个藤边的大杯子 非常有夏天的感觉 容量也大,最近使用率真的超高 这款树纹的玻璃杯真的是很火了 夏天用它装甜品,装冷饮 都非常的好看 还有这款方形的手柄杯 方形的设计非常的独特 这个小猫猫是我买过最可爱的水杯了 它还可以做一个调味罐 很可爱也很实用 这个玻璃的材质非常的厚重 底部的手柄设计非常好抓握 也很好看 还有这个颜色特别鲜亮的小橱橘套装 颜色非常的好看 这是两个创意的小酒杯 底部带凸起 可以在桌子上旋转 而且材质也很厚实 装酒非常好看哦 这个蓝粉格子杯叠套装真的好好看 手捏不规则的形状 少女心里面还有一些质朴 非常的耐看 好啦 今天的好物分享 很好看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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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家具家电需要时来回挪动就很不方便 我找到了这个粘贴外用轮 粘贴上就可以随意滑动了 大件物品都贴上几个 简直太提升效率了 家里总是有一些自己需要珍藏保留的回忆 这个方形整理箱就非常好用 直角设计充分利用空间 不用时还可以折叠 我用来塌放书本和学生时代的记忆 透明的可视化 底部还带滑轮可以轻松移动哦 好了今天的好物分享就到这儿啦 觉得有用就收藏起来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橘子 小时候喜欢买文具 现在大了喜欢买餐具 每次看到喜欢的餐具就挪不开眼睛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小可爱们 都是特意挑的右下彩 好看也安全 快来和我一起看看吧 这个橘子平盘颜色很正 上面的小橘子图案我特别喜欢 都是手绘风的 质感也厚重 不是那种薄薄的 还有这个小橱橘套装 颜色特别亮 杯子可以装燕满牛奶呀 然后甜品放在盘子上 就很有仪式感 很好看 还有这个吐司盘 早上吃三明治的时候就用这个装 里面带英文 就很硬斯风 拍照也很上镜 这个烤肉料三格完 我真是太喜欢了 在家里吃烤肉 以前用盘子装调料 就没有这个有仪式感 陶子质地也很厚实 喜欢吃烤肉的一定要安排 还有这个 我最近淘到的古风调料碟 带这种汉字的好有感觉 把我对生活的期望都写上了 你看 财富极乐 而且它后面是这种粗陶的质地 非常有质感 还有这个欢喜盘子 我也很喜欢 蛮喜庆的 蘸料碟 还有这个小西瓜 手捏自然风 又很夏天的感觉 樱桃的手柄小碗也很有意思 这个小草莓粗陶盘 真的是深得我心 制补里带着点甜蜜 真的是甜而不腻的感觉 大家看看这个质感 除了有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看起来还是很好看 上面浮雕的花纹很精致 大盘子平时装一些水果也是够的 好了 今天的毫无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